好,您好,我是欢那的台湾特约记者佳琪 我们是自由亚洲电台旗下的一个子媒体 不过我们的官方网站要9月10号才会上线 现在只有Instagram 所以现在这一支会跑到你们的文字都是在Instagram出吗? Instagram看长文字很困难 没有,它会有一个官方网站 只是我们现在都在营运IG 比方说9月10号应该会陆续上线一些 比方说罗冠聪的专访 或是还有一些中国的传媒的挑战 所以你们家叫什么? Why not. Taiwan? 它中文叫做 Why now 就是YY的Y 但是它有英文ID吗? 好像叫W-A-I-N-A-O 就是用中国的拼音下去做 真的耶,而且是简体字耶 对,它会听个简体字 先跟委员说一下 OK Vinyl 是为讲中文的年轻一代 杜生定制的新闻杂志 Vinyl 以独立思考为本 力图为观众读者提供另一种看世界的阳光 好,行 我觉得可以 所以还会用台湾用词 是吗? 只是转简体而已 你是说Podcast 会变成播客 对 在无所不包的播客 有这个普普通通的超能就讲 所以这些呢? 不是啊,不是 还不是 那我们会有两个部分 就是在坊刚里面已经提过 主要还是会说 因为读者有部分 可能是中国的读者 所以可能有一些名词 会需要再稍微追问 您解释 我可以用台湾的用词 不用特别配合 那就是首先想要请问说 委员从同入公民组织 就是G0B 还有VX1 那一直到2016年进入政府 变成数位政委 那想要问说 你当初起心动念 想要入阁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就是要达到这个深度 视觉 无审查 好啊 可以的 真的啊 不用业配那么多 不要业配那么多 OK 好 好怕我们编辑会看到 我被骂 不是啦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确实但是 无审查真的是 当时的一个很核心的价值 因为 我还记得戒严嘛 那所以其实 比我年纪再大的 大概都记得戒严 那也知道说 台湾也经过那么一段 就是非常不自由的一个年代 然后 社会上面有明明很多的创意 但是因为怕当权者不高兴 就必须要自我审查等等 那所以 当时 其实在太阳化运动的时候 也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们如果是通讯设备 传播 杂志 印刷 出版等等的这些服务贸易 因为这跟货品不一样 货品来了 你吃掉用掉就没了嘛 但是如果是这些服务 尤其是跟文化相关的服务 那都被中资所就是攫取之后 那是不是 接下来又会产生一波新的 类似自我审查这样子的事情 那 当然后来很有名的就是 那个 在1989年6月4号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那个有就是中国时报的 因为我爸爸那时候才刚从天安门回台北 那接替他的是徐宗茂老师嘛 那有写了很多报道 那但是后来在旺中底下 他的这些报道就下架了 也没有什么理由完全找不到 所以当时大家都很担心 所以如果我们通过服务贸易协定的话 那会不会有类似的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这些学技术的至少可以做到说 营造一个不可能被审查 是点对点加密 然后也不需要担心 就是有谁在看 没有什么自我审查的需求 等等这些方式 然后让这些运动者可以很方便 很自由的使用 那这一部分一直是我从可能2000年出头吧 当时第一代的翻墙软体 然后比方说自由网等等 那这些我都有参加开发 那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无审查啦 其他深度视觉我就不知道 但是无审查就是一直是 我们两个核心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你对 你是说从太阳花学运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为什么会有太阳花学运 是因为大家要挡下符帽 为什么大家要挡下符帽 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 是我们不想要回到以前戒严那种 需要自我审查的那种状态去 那所以您当时在G0D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大学生 就是我印象中的临时政府 就是他们在立法院 还有行政院很多地方架了那个 直播啊 对直播台 然后还有就是入现场 现场方面 那除此之外 还是当时的工程师还有做什么其他的 有很多啊 因为其实我有点不太确定 好比像说我们也有提供宽屏网路嘛 我们跟中华电信拿了一条网路线 那确保说在占领的异常里面发生的事 你在外面的街边都可以收看到 那谣言就不会乱窜嘛 那这些网路的频宽 那后来也有给好比像像议论坛嘛 他们是一群在那边做报导的一些学生嘛 呃去使用来确保说 即使不在现场的人 也可以远端的关心到现场的一些事情 我们也有帮忙组织好比像说打竹子稿 那打完竹子稿之后再翻译嘛 再变成各个国家的语言等等 那所以大概就是跟通讯有关的吧 大概就是跟G0D比较有关的吧 大概就是跟G0D比较有关 然后我还有印象说 好像在太阳花前后后来又出 G0D又陆续出几个专案 比方说开放国会 会邀请大家打那个 就是一些国会原本只有PTF的档案 不是国会 那个是开放政治现金 对去确保说在监察院里面的所有政治的现金 跟他的流向都逐笔的公开 因为本来只有监察院可以审查 那其他人都只能去拿银本 他们就把银本拿出来切成一小个一小个 所有的豆腐 然后麻烦大家去数字化 那把他说的话之后监察院就说 可是就算每一个都有三个人看过 你怎么能够保证是完全是真的呢 所以我们就几个人讨论了一下 写了一封羊羊萨塔的回应给监察院说 你要是希望就是只有正确的资论 你就应该自己公开啊 自己打 对对对对 因为他们本来有格式的那个 就是极其可多的格式嘛 但他们没有在网络上公开 他们是逼着大家一定要进去哪一个建筑物自己营营 那所以其实他们本来是有数字党的 那所以在后来就是后来就通过了这个阳光法案 所以从2018年的那是第一次的这个选举开始 监察院就必须要把它这个逐项的每一笔的收入跟支出 在候选人申报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公开网站可以揭露 那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们发现说 2018年有很多就是社群媒体上面下广告的这些费用 没有列在他的支出里面 那我们就发现说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政治现金只有国人可以卷嘛 那但是当时Facebook广告是任何人都可以买 所以你就可以跨国的买广告来干预台湾的选举 而规避掉政治现金的这个法案 那这个时候就是当时乡民就是做的这个透明的新的常规就变得很重要 因为我们就去跟Facebook谈判 说如果你不想要被乡民这个就是杯葛抵制的话 那你最好就是学我们检察院这个新的做法 就是任何人下广告的话他立刻想要公开到底下到哪里去 而且如果你不是在台湾的人的话 根本不应该可以在选举期间来想政治广告 那后来Facebook到20年选举总统大选的时候 他们就同意了 所以那次的选举整个是有揭露的 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新闻操纵的情况就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Facebook之所以在我们选前他突然就是说要公开 这个是跟监察院有关系啊 对是监察院有关系啊 我还认为他们主动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是主动 就是我们去跟他谈说 你看监察院已经公开了 这已经是我们的新常态 那如果他不用监察院的方式公开的话 我们不一定会通过法律 那说不定会抵制啊 那台湾人抵制很厉害 抵制谁谁倒啊 有啊 有啊 特别是一些就是卖饮料跟食物 对 是是是 所以 其实好像您从临时政府那个之前 就已经算是非常关心政治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工程师本来就都会有一点这样子的 也可以这样说吧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就是网机网路的工程的时候 本来就有很多类似于政治谈判这样子的事情 不管是当时 嗨 嗨 嗨 我们在录影 对 好 没问题 对 嗯 不管是当时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对于就是防火墙啊 晋论工程啊等等的这些分墙的这些软体 那或者是说就是确保意义者啊或者是揭秘者啊 他可以有一个安全的匿名的方式来告诉行为工作者等等 那这些加密的软体啊都是有政治影响的 他不能说不是政治工作因为他确实是有政治结果 那就像我爸那时候在天安门报导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第一次有用类似传承机嘛 他们用数位相机把彩色的那个胶卷包含那个坦克人啊 什么就是透过一旦的电话线就能够传到国外去 那也是一个数位科技啊 那那个数位科技也是影响了整个世界怎么看那一次的就是发展民运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我们这些基础工作者的工作 当你是有一个很固定的这个价值 然后比方说你希望对抗国家政策的时候 那他本身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影响 所以不得不管是政治 是 而且您刚刚已经就是大概两次有提到你父亲曾经参加过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的博士论文后来就是研究天安门 那所以他在德国做博士论文是未有去一年 所以我们家客厅全部都是那些二次出头的 刚从天安门撤退的朋友 我有印象好像Wiki还是母亲的书 对对对对 所以您自己会有一个所谓的政治启蒙的瞬间吗 还是你觉得这本来就是从小 我是觉得八九名运当然是很很重要 对对 那个时候你还很小吧 8岁 8岁对对对 但那时候就有看和尚啊 有看皇后啊什么 大概都有看吧 有看书比较早 所以他不会是一个政治 因为像我这一代可能很多人 从不关心政治到关心 是太阳花 那您自己有一个这种 大概还是八九名运吧 八九名运一定是主要的一个 那那个时候您还在台湾 对在小学二年级 那我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就去德国降转四年级嘛 那时候因为我爸的博士论文就这个题目 那所以大家整天就是在那边讨论 就是就是民运为什么当时最后是这个结果 然后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可以自己做得更好等等 那所以就是比较耳濡目染 不是说哪个特别好可 而且您父母应该不会特别排斥 不要让小孩子讨论政治 或者讨论 不会啊我四五岁的时候 他们就问我说要投中国国民党 还是民主进步党 对对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民主进步党刚成立 对对对对对 那然后我就问说 进步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讨论很久 所以你母亲那时候跟你讨论的 嗯 进步 对啊好比上说 可能对其中一些人是进步 但对其他人来讲 可能是就是破坏掉 好比上说原住民族的 就是生活的方式 但是他也是追求 所谓的现代化文明啊 进步啊等等 所以就是说 对一些人的进步 说不定是对其他人来讲 是追步 那所以到底怎么样的进步 是能够形成整个社会 都觉得这是进步的这个方向 这就是民主的意义 这样子 所以就是当时就是 针对这些概念做了很多讨论 嗯 嗯 而且我有点不太记得 您的父母 是不是 中国时报 在当时 在当时 中国时报是很重要的一个 是自由派的一个 自由派的一个 邀文广场 那我想问说 就是您从 主张协作开放社群 到 选择进入政府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我一直在体制外就好了 我不需要进去里面 那您自己 遇到比较大的困难 或是什么 没有什么困难 真的吗 真的吗 因为一般人的想象 可能会是说 监政会有比较多的架构 或者是什么 对啊 因为我其实并不是 呃 代意识嘛 就是说并不是 大家投票给我 我要代表投票给我的这群人 对那 我是一开始就说 我是类似一个拉高拉日典 就是在社会运动 跟政府集系中间 担任一个桥梁的角色 确保他就是 呃 任何一个新的情势出现 他比方说 呃 缺口罩 那民间的一些新的想法 像口罩地图 他不会被看成是好像威胁 这个政府的正当性 而是能够转移 说这个民间的这个做法 比我们好 那我们不应该那么爱面子 我们应该开门造居 应该就是去支援 这些公民社群的这些朋友们 那所以 呃 就是往内嘛 去去带领 那往外呢 可能就是说 从政府的角度 我们有一些 好比像说 嗯 一些谣言 好比像说泡面快要没有了等等 那我们怎么样用尽可能好玩的 好比像说 或很多尽量买 还要配青菜 对 对对对对 就是 所谓的幽默辟谣 的这个方式 而让我们这边看到的事情 也能够很快的让你们知道 所以 就是双向的沟通吧 那双向沟通 本来位就不是 特别站在哪一边吗 可以说是站在每一边的 所以这是并没有什么 就是阻碍的事情 嗯 就您刚刚提到那个 原本可能 民间如果出现一个idea 或者是政府做不够好 对啊 我们很容易当成是一个威胁 或者是对立 就觉得你是不是要来 对啊 对对对对不是啊 就是你行你来 不行我来 对 对 那因為我自己感覺就是我個人感覺就是台灣好像也許從更早 但是好像從18年的同婚公投然後到我們知道19年有那個韓國瑜旋風 然後到2020年又經過了一次選舉 就在這些很大的社會進展中我們可以感覺到好像有一種撕裂的 或者是二人對立的狀況正在加劇的現象 你說世代嗎? 或者有人會解讀成世代但我也覺得好像不會 因為比方說台派裡面就會自己一直又不見了 就是我好奇說你認為台灣的公民溝通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可是你說的那個撕裂是在哪一個維度上面 因為如果是說世代的話確實在18年公投之後 很多我的朋友都投入那個跨世代溝通的工作 而且可以說是取得了相當的成果 所以就是大家會不讓那個撕裂真的變成危機 然後就是我們民主的根本就會花很多時間去做跨世代溝通 所以到大概20年的時候好像又還好 就是世代的這個問題好像又沒有那麼嚴重 至少你比較少看到什麼什麼父母無助會什麼東西 那個就現在感覺上就是還在可以溝通的範圍裡面了 那當然也是因為說大家一起面對一個很大的就是流行病嘛 那所以確實就是任何缺口都是整個社會的缺口 所以也不是只是跨世代之前 我們繳勁腦子去想說怎麼樣讓長輩都拿到口罩 那甚至就是傳統上沒有投票權的朋友 好比像是移工朋友怎麼樣確保說他們的健康也可以照顧到等等 那就是平常好像就是在成平時間不太會去考慮到的朋友 那現在因為防疫任何地方的人生病 其實等於整個台灣都會生病嘛 那所以其實大家就比較有這種同舟一命的這種精神 所以可能你還是要講得比較清楚一點那個撕裂的軸線是什麼 因為如果講的是就是國籍或者是世代這兩個的話 我覺得現在狀況都還好 我原本想的不是只有世代 就是像我們可以看到說挺同反同 我們原本會覺得這是一個世代的問題 可是公投投票結果出來也並不是說真的反映了那個2比1 就是挺反同2然後挺同1好像不完全反映成世代的 所有人都挺同吧只是婚跟姻的差別 最後我們採取的方式叫做結婚不結姻嘛 就兩邊都照顧到了 那現在所有人都就是不要說所有人 絕大部分人都同意結婚不結姻 或者是說可能我們也會覺得在推動一些社會運動 比方說像是性別或者是其他的議題 就像我想應該怎麼講 就比方說我們有時候會看到 明明都是台派應該來說是相對來比較支持台灣自由價值的人 可是他們也很常吵成一團 就比方說他們會去吵 呱吉是不是中共投入人 或是A是不是中共投入人 就有時候會讓我覺得好像這種討論很沒有出境對話 比較對人不對勢 對或者是可能也會增加一些對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 我是覺得對人不對勢的情況 現在我覺得還好 就是大家當然新的議題出來的時候 可能都有一兩天是這樣子的 對那什麼什麼國威那個戰榮自焚事件 之類也是這樣子 前兩天都是對人不對勢的 大概都到第三天第四天左右 慢慢的就是大家就會開始比較討論事情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幾次就是也不能說是撕裂 但是就是大家有很不同的想法的時候 大概大概都是這個節奏 好比像說像什麼抗體篩檢 也是到大概第三四天 大家就發現就是裡面一些基本的公衛的名詞的意義是什麼 大家也不會隨便在亂講菩薩兩個字 因為不管你是主張什麼的都不是在講菩薩 對之類之類的 所以就是我覺得還好啦 我覺得台灣科學普及的這些工作者 轉義工作者 目前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去把就是比較學術的東西 轉成大家可以具體就事論事的這樣子一些名詞 那所以後面要像你剛剛講到的就是具體怎麼樣幫中國共產黨 同路人的這些事情呢也有像沈柏洋老師等等 就是用比較具體的路徑嘛 那像報導者也有做過一些的報導 對那這些的觸及率也都蠻高 所以我會覺得說確實當然出征前一兩天一定不愉快吧 但是大概都是一個禮拜左右就回到對死不得人的狀況 是 尤其是像您自己經歷那個疫情那個時候 好像是說蘇貞芳那個圖是您的 沒有那是我們AVN那個丁移民發言 但是我是2017年初就在院會有提出那個公開快速結構的話 就是快速的意思就是要謠言傳播的速度 雖然快但是跟不上我們的澄清傳播的速度 那澄清要怎麼樣後發而限制那就是要好玩 好玩 對好玩有樂趣 對那所以當時我們零起17年的時候2017年的時候 我們這邊就有一些朋友跟我們各個部會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去分享這種怎麼做梗圖啊怎麼好玩怎麼好笑什麼之類的 對那當時好像是以這個東京奧運的一些梗作為一個例子 那大家是聽的是有一點點覺得說這個雖然是聽起來很有用 但是這個我們有一點偶包就是公務員真的能夠做這種操作嗎 對那但是到後來古羅斯達克爾擔任發言人然後後來又發生疫情 那大家就發現說真的因為疫情的時候大家真的很容易恐慌 所以你如果沒有這些好笑的總裁啊什麼的話 大家無論如何還是會去分享一些那種農場的東西 但是你如果給大家像總裁這樣的東西大家就會分享總裁了 所以現在這個已經是大家都很同意的一件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最早是你在政府裡面提議用 比方說民營抗武 對就是說用民營做澄清供應客組結構的話 這些我們大概都是17年左右就有提出 但是我想是到18年就是後來換了行政院長之後 那主要還是古拉斯嘛 古拉斯因為他本身是媒體人 然後也很了解社群媒體營運的方法 所以就把當時就是之前徐光榮發言人建立的一些體系 那古拉斯把它弄得更快速 那其實這一套方法它能夠成功完全是奠基於快速 就是就算你有很有梗的什麼東西 如果你過了24小時才接出來 那時候現實動態都已經下架了 所以已經沒有人在看了 對所以重點還是要在一兩個小時之內就出來 那這個是需要很上緊八條 那這主要是古拉斯的貢獻 而且真的現在社群的那個梗的速度 我覺得淘汰越來越快 有時候你只是晚一天而已就已經沒有人在講 是啊 所以就是說手掌們這個把自己累積成素材庫 這個就很重要 小編就不要問過手掌自己 披一下圖就可以殺了 您自己就以身作作 對我當然我拋棄著作權啊 隨便實在怎麼用怎麼用 像鳳國台灣型 而且我注意到您是不是每次受訪都會穿同一件 這個大衣這是故意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有另外一件犧牲型旅圖 大概就兩件這樣 喔 我還想說這是故意就是一個媒體的形象 也是啊也是 那但是因為我也有看到有些討論 他們在談說就是公部門很致力於數位的公民共同 可能會讓小編追時事啊做名音 但是也有人覺得說這樣是一種政治娛樂化 可能會讓比較深度的討論難以有進展 就是 這可能要講具體具體的例子 具體這個到底怎麼樣讓深度的難以有進展 很難用一個通暗的方式來回啊 或者是說像我自己印象中有一些 因為梗圖他奠基就是在笑話上 那可能有時候因為笑話要好笑 有時候可能會奠基在一些刻板印象上 或者是就比方說我印象中是海巡署那個住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在講什麼 不過這個確實就是社群立刻就會讓我們的小編知道這個不OK 那小編馬上就會改 就是他們其實這些都是有調整的 就是包含之前最常講的一個是消費特定人士嘛 那另外一個是性別客板印象 那那這兩個都是社群立刻就會讓小編知道說這樣不可以 那小編就會立刻去調整 所以其實 所以其實這一邊是就是政府這邊是有在立刻做 對因為我們的我們的目的是要 好比像說像教育部之前那個秀學號的那一個案子 那個案子就是希望喚起大家共同的感受 對那你沒有共同感受之前你說要就事論事的去討論 那只有做性別研究的人會來討論 就說那是一小撮人啊 所以你要擴大能夠就事論事討論的人的基本的那個數量 你勢必就是一開始要讓關係這件事的感受能夠傳染出去 那你不能只是因為說它傳染出去 就是你心裡會稍微轉念一下然後就變成一個比較好的人 這個也是有幫助的道理 對 頭髮來 右邊 右邊 前面 好 然後接下來 好 接下來 謝謝 那我剛剛在想說政治娛樂化 嗯 對就是說簡單來講就是說我們並不是要大家笑了就停下來 當然笑了之後是必須要去更深入的理解 那但是我們最後要看的是願意更深入理解的人有沒有變多 如果有的話這個就是有用 但是不能說笑的人裡面並不是十個理十個都好去深度理解 就說不能夠這個開玩笑這樣也不對 嗯 而且我印象中你好像在博恩節目也有提到那個歡樂無法黨 對啊 首部的黨 對 首部的黨 哦 是嗎 哦 他的黨是什麼 對 他的黨是一個真正的政黨 對對 但是因為我們公職人員不能夠去這個鼓勵幫特定政黨宣傳 所以我都說我強調的是首部的黨 對 歡樂無法阻擋 對 OK 阻擋也是同一字 歡樂無法抵擋 OK 那另外就是我們知道說這也是網路上的一個梗 就是很多人在反對執政黨的時候有時候會開玩笑說 欸我這樣講好像缺乏台灣價值我一定會被 哦對啊要去充值什麼 對要去 對要充值台灣價值 就你自己覺得如果心中有一個你自己的台灣價值你覺得他會是什麼 嗯 不過我覺得這是每個人自己定義啊好比像說現在也有一位捷克的議長 這個今天才在才說 I am Taiwanese 對 那這樣他當然充滿了台灣價值 那不過他的 我剛剛各自拿人都立刻過的那一句 對對對 那但是他的台灣價值大概意思就是說自由民主 對 那那所以他這樣子運用的時候那他的台灣價值就是這個方面嘛 那所以我覺得並不是說每個人可以去定義說台灣價值只是這個 然後讓別人去主張別的時候就不對 因為這樣子就跟自由民主剛好是相反的 嗯 這樣子就是不自由跟不民主嘛 所以我會覺得說當然台灣的價值就是在 每個人在台灣都可以有不同的價值 但是我們都願意分享出來 然後到最後集結成比較共同的這些價值 我覺得這些才是重要 是 那我自己原本想像說您有沒有一個一直在做的母題 因為像我最近去看了天能啦 然後我就想到諾蘭好像一直很堅持在追求某一個時間的東西 她每個作品都在談時間 真的啊 我們今天要突然改成講天能了嗎 不過我還沒看 不過據說你沒有辦法爆雷 因為爆爆雷沒有用 對因為你的語言跟不上那個情境 對 我自己好奇的是你有沒有一個你自己的母題 我原本設想的是開放或是民主或是自由 或是您覺得嗎 我覺得都還好耶 因為對我來講 我的工作本來就是去選美一邊站 所以你說選美一邊站說不定這個才是我的母題 選美一邊站 對就是take all the science 這可以多講一點嗎 對啊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啊 就是說每一個人他主張他有不同的價值 那但是其實後來我們就看到說這些價值 有一些其實沒有他乍看之下那麼不一樣 舉例像剛才講結婚不結音 結婚不結音就是因為雙方其實都很重視家庭價值 正是因為雙方一樣重視家庭價值才吵得起來 如果不重視家庭價值沒有什麼好吵的 那都重視但是一方重視的是結婚的部分 就是兩個人他的權利義務的這個平權 那另外一部分是結音的部分 就是說兩個人代表各自的家族而結合 這兩個人只是兩個家族的發言人代表等等的這種感覺 那是姻親的部分嘛 那其實後來我們就發現說這很多是個人第一手經驗 就是2007年以前有件人是儀式婚 那這個時候他去辦一個公開的儀式 他是一個社會行動他登記時之後就要一個人先出身再登記 你不會說他沒有做出身登記 好像這個人沒出身不可能嗎 對那但是呢在2008年以後因為我們改成登記婚了 所以婚姻基本上就是以登記為生效的那一天 沒有什麼就是先辦婚宴就生效的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時候因為簽字的畢竟是這兩個人 所以08年之後結婚的慢慢就比較是覺得 那是這兩個成年人的權利義務等等的這些事情 那不過當然還可以就是有一個很奇怪的 沒有成年也可以結婚的我們很快要改掉他 對然後anyway那在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我們後來把結婚不結婚這個想法提出來之後 等於就是同時重視了兩邊所關注的價值 殷勤沒有被破壞 不需要因為同志結婚就冒出他的什麼兒序啊 女婿啊什麼稱謂都不需要 那但是呢這邊就是所有的權利所有的義務都是完全一樣的 完全準用那所以這兩個同時照顧到了 我們只是有點像是有一次地震嘛 板塊這樣碰撞 玉山就又往上漲一點點 我們就進入一個更好的一個共同價值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同婚通過了大概一年多了嘛 那支持的人有百分之好像十幾的人本來不支持 現在支持啊 所以這就表示說這個創造共同價值的過程本身是重要的 那所以我剛剛說選美一邊站是這個意思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好難喔 因為像我自己就很常會跟家人或者是什麼 就是或者跟朋友會因為立場不同而吵架 或者像我也有陸生的朋友 我就很常吵很多議題 可是選美一邊站對您來說是沒有什麼困難嗎 你會覺得要統領別人是很難的事嗎 不會啊不會啊像剛才我一看你們Instagram是簡體字嘛 所以切換成他們的口音跟用語 對上我有時候覺得很多小孩不知道怎麼跟韓粉父母溝通 或者是跟不同立場的人溝通 那您有什麼建議可以給他們 我覺得很好啊 就是我覺得對這些長輩們願意多出來多運動 這個就是對我們長照也是減低大家很多的負擔 社會化的參與也可以讓他們不會就是好像覺得自己的社會沒有貢獻 那也因為他們坐遊覽車什麼之類的也促進了觀光 就是沒有貢獻 不是沒有排同一次穿貓那樣子 沒有沒有就是我已經主張這個很久了 對那所以我是覺得大家願意就是集結起來是一件好事 那而且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們覺得對社會更有參與感 而且他們年輕的時候相信的那些就是民國啊等等的這些符號 也在現代有了新的意義 那民國就是公民之國嘛 本來公民之國就是有各種不同的文化 跨文化臨解的這個過程 所以我覺得很好 但是小朋友他們不知道怎麼跟長輩溝通啊 或者是可能同志小孩他們不是很知道怎麼跟父母 父母不一定是反同沒有到那麼緊張 他們可能有時候只是不知道怎麼去理解這個孩子 但是有時候我就會覺得要同理這種跟自己很不一樣的人會很困難 我覺得還好吧 因為每個人都有處於少數的時候嘛 他不像說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發現我是班上啊 我也用左手寫字的 那然後我 但後來就發現我爸也是用左手寫字 我阿嬤也是用左手寫字 可能有點遺傳 那但是他們在他們的年代都被教育說一定要改成用教書 那原因是因為他們當時大部分的設施包含公共聽話 都是考慮到用右手的人 沒有誰考慮到用左手的人 所以他們如果只會用左手的話會比較不方便 那但是我在七歲的時候 我阿嬤也跟我說我兩隻手都要練會啊什麼之類 但是我到八歲的時候就碰到電腦了 一旦有了電腦這就不是很重要 因為反正就是兩隻手打字嘛 那你的手機 跟滑鼠 對你的手機也不會在意你是左手哪還有右手哪 滑鼠接在左邊你只要把左右鍵對調就好 對所以就是說因為 滑鼠接在一起 你只要按個設定左右鍵就對了 所以就是說忽然之間因為技術的進步 所以我們本來覺得說好像很重要的人跟人之間的分別 左手跟右手的分別忽然沒那麼重要 但是就是因為我有過那樣子的經驗 那所以就算我在別的部分可能表現都很好 我還是可以記得說當時這個很不舒服等等的這種感覺 所以如果有別人有類似這樣子的經驗 雖然他有這樣子經驗的理由不一樣 他比方說他皮膚比較黑他口音比較重或怎麼樣 那我就可以用我之前就是 性高才能用左手寫字 然後被大家覺得很奇怪的那個經驗去同理他 所以不是說你用你是同性戀的經驗去同理別的同性戀 而是說你以你在可能用左手寫字的那種經驗去同理 那這樣子的想法 而且這樣想就會覺得每個人都有他們弱勢的時候 即使你以為是強勢的復活 是的 這就叫Intersectionality 多元交織性 對 而且您好像會比較相信說這些 我群跟他作的差異可以是靠科技來做改變 當然了 對 就是設勝處理 我們本來要去同理不同生活狀況的人就很困難 那除非我們真的有去跟他們會的戰爭 那但是現在就是透過VR AR 這個整個螢幕的紀錄片 4D IMAX 什麼之類的 就是我們會比較容易能夠從別的地方去看世界 我之前有看過一個VR的電影 它是HTC他們叫五個導演吧 拍叫五成一 那就是用一個逃跑移工的第一人成的角度 然後去看整個逃跑移工的這個過程 我就是雖然短短這個體驗 我馬上就更能夠設勝處理 從移工的角度去看他們的處境 這真的是我覺得蠻好的一個科技 而且大家很順可以接到第二部分 就是因為我看了您之前在發行社的採訪 有提到說 跨行別的經驗會讓您能從比較不是二元的角度 這樣我不會覺得一半的人跟我不一樣 那會有說比較特別的例子或成長經驗中哪一個時期會讓您有這個領悟 這是持續的嘛 就是說每一次只要我覺得我沒有辦法理解別人 那我就會想說那我是不是缺乏什麼生命經驗 我應該去體會一下 體會完之後我發現我比較能夠理解它 因為我想你剛剛講一個motiv就是motiv 這個是很重要 就是說當我的motiv是我要選每一邊站 那我發現我跟對方有不同的生命經驗 而且價值難以溝通的時候 我都覺得是我的問題 絕對不是對方的問題 然後我就會開始請對方教教我 我要怎麼樣經歷他們的時間 這樣會不會我很辛苦嗎 不會放很有趣啊 就是滾動會覺得是你自己的問題 你應該要更多理解 對啊這樣很有趣啊 等於是說我每天都可以學到一個新的就是環境 或者新的看世界的方法嘛 如果你一直很堅持說 我只能用這樣的方式看世界 那其實就是一個品味 但是品味就會排斥掉 跟你品味不同的人 對 但是如果你願意用新的方式去看你本來的東西 就所謂transculturalism 跨文化嘛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每一次都是有創造力的 那每一次的創造就再把你的世界打開一點 是 我可以理解 因為我有時候也會覺得說 欸這個東西太太義男了 就是太異性戀男性了 那我沒辦法去理解 但可能會錯失掉某一種看世界的 對啊 沒有還在思考這件事 那我想到說就是在L的專訪沒有提到 然後你把empowerment就是 性別很常習慣講 empowerment這件事 他把它翻譯成增幅 就我覺得很有科幻的感覺 或者是想拍 那我有點好奇說 在台灣經歷過同婚公投 還有心跳凡 就這些看起來覺得很反錯的事情中 結婚不結婚也沒有反錯 也是啊 對啊 他頭過身就過嘛 也是 那你覺得台灣現在這段的性格議題 還有沒有什麼需要征服的一些方面 當然我們接下來在明年年初 會開始把外國人的居留證號 就是現在是ABA CAB的那些朋友 變成可能A8 A9等等 就讓他跟我們的身份證號更加的類似 那因為以前常常是說我們一定要是 什麼A1 A2開頭嘛 就第二個數字要是數字 那你才能夠去訂一些 好比像說用中文介面訂台鐵車票 這類的 或者是民間買電影票啊什麼 那這些在台灣明明有居留權 而且可能是永居都有納稅的朋友 他只是因為他的居留證號長得 跟一般的身份證號不一樣 所以他的線上 是外國 所有的外國人 對所有的外國人 就是在他取得民國的國籍之前 或者他沒有民國的國籍 但是他有永居 就是他是真的 一直都可以住在這邊 那他的這個居留證的那個格式 還是跟我們身份證號格式是不一樣 就他們第二碼是字母而不是數字 對那所以這些朋友們 他理論上都要能夠存取這些服務 那這些服務有時候 因為城市就忘記掉這些人的存在 所以當他輸入的時候 就會被阻擋在外面 那所以我們為了要確保這個服務的寒容性 我們就後來就說那明年年初開始 那他們就等於有兩個居留證號 一個是舊的 那另外一個是新的 新的的話就會是數字的第二碼 那這個時候像澳洲等等 他的護照裡面本來就有三種性別 那所以他的這個非二元性別的那個代碼 我們就要保留一個身份證號的第二碼 可能是7 去給這些非二元性別的朋友們 那所以呢 我們的這個就是資訊系統 他不但要處理新的這種8跟9結尾的 就是他不是國人 但是是應該要享有跟國人類似的 很多的服務的權利的這些朋友 那他們還要處理7 那包含稱謂啊什麼都要一併進行修改 那這些進行修改之後呢 我們有講說那如果身份證號 未來是不是有一個0 那有0的話那等於就是 具有我國的民國的國籍的 那但是也是非二元性別的 然後平常說我啦 那之後就可以順順當當的去 用0這個就是身份字號的這一碼 那0是有蠻多的好處 他平常說雖然是偶數 乍看之下不是偶數之類的 這不是比較口罩的事 這不是好處嗎 我是覺得說他可以傳達出 蠻好的這個非二元性別這種概念 那您自己觀察 可能台灣的性別議題 就除了您剛剛說的身份證 應該要有多一種選擇 跨性別啊 對還有沒有其他的 有非常多嘛 那他比較說也有朋友會指出說 雖然在立法院現在42%是女性 立法院那但是在我們的行政院 就不是如此 事實上我們是五院裡面最糟的一員 其他四院都還行 那個四點多%是不是您不算在裡面 沒有我算不算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對都是一樣的 那當然原因是因為我們比較資深的事務官 也就是檢任以上擔任主管的 確實女性的那個比例非常非常少 那當然就是因為在他們那一輩 其實持家者還是女性就是是偉大眾 那而且我們的人事制度 因為就是考試院全區部 一向就是對於人事的法規鬆綁 花了比較久的時間 所以對於持家者也不友善 那所以對持家者不友善 又是女性為持家者居多 這兩個一家就會變成檢任以上主管 大部分是男性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能夠擔任政務官的那個就是破 就是你能夠選擇的這個來源裡面的那個比例 本來就不均等 對那所以姓平慧當然對於這個做了很多事情 包含說我們現在如果是30歲 或20幾歲這一輩的公務員 大概是可以理解說持家責任是要分擔的 那我們現在也有比較多 好像一小時為單位來請假等等的方式 來讓在公務體系 即使你擔任主管 你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在園區工作等等 就是你可以一部分照顧持家責任 那這個也不分性別 那所以這兩個一下去的話 我覺得再過一旦 我們就會有比較多的就是不分特定的 什麼樣子的性別 都可以去擔任檢任以上的主管 那這樣我們行政院界別 性別比例適合的情況 大概就會有所關鍵 你剛剛說請假那個可以以小時為單位 那個都是最今年才開始 那是應該是去年還是前年 對啦因為這裡本來就是要長期慢慢開始 所以不是一下就可以 對 另外我想知道是說 就是過去在媒體在線上 就是你都會給很多民音或是哏徒 然後也會四處去回留言 就這件事情是 是 它會不會佔用你很多工作的時間 不會不會 我是休閒 一天大概花15分鐘 那就是我也想知道說 就是感覺 您可能會 您本來就會是這樣子的嗎 還是說你有經歷過一些挫折 才會覺得 所以本來就是 這叫做擁抱小白嘛 擁抱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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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網路上面去 提供 就是比較來亂的朋友們 一些就事論事的回答 讓他們了解到 只有 就事論事才能夠獲得其他人的注意力 那這個本來就是我的興趣 我在 好像二零零幾年 就有一個部落格寫說 這是我的興趣 對 所以這個是 我很久的一個習慣 那您會很在意別人的眼光 或者是 不會啊 不會啊 就是說 我二零零九年講的這個 就是說 我會比較在意的事情 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當時 在加入網際網路社群的時候 我的英文也不好 那所以我就是到處亂留言 有時候看起來也很白目 但是我碰到的都是一些 就是很友善的一些前輩 願意忽略掉我用詞不當的這些部分 那在事實就事論事 只有我有貢獻的部分 跟我回應 那所以那樣子就導致說 我就比較願意來分享我的創作的部分 而不是去鬧 對 但是我後來就發現說 並不是每個社群 都跟我當時加入的PRO社群 一樣那麼那麼友善 那所以後來我就整理了 就是我們這個社群 怎麼樣會比較友善的 這樣子一些做法 那去給其他的社群來參考 所以大概我二零零九年 寫這樣一篇文章 具體上有什麼樣的信法 就是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們去回應的方式 是挑著裡面 有建設性或即使他留言全部都沒有建設性 有幾個字你可以把它印凹成有建設性 然後就把它當成好像有建設性 那樣子專門回應那些地方 就有點像筆馬龍效應 就是說你越期待對方可以先人 他到最後就長得是你可以先人的樣子 而且我覺得這樣好像真的很不容易 因為很多人可能在網路上吵一吵 就會變成兩邊都往很不理性的方式 然後或者是開玩笑 或是曲解別人意思的方式 所以您自己有曾經真的是在論戰裡面 就是你感覺到你已經被 這樣可能牽了走 或是沒有辦法找保持中立的狀況嗎 我沒有中立我是選每一邊站 這兩個有點不一樣 中立是說我不採取任何推定立場 對 選每一邊站是說 我可以幫每一邊支持他們的論述 我想到那個專訪裡面有說 你會訓練自己去幫每一邊的人講話 就想打辯論 對對對對 那中立是比較省力的 你只要沒有立場就好了 選每一邊站是比較費力的 因為你要真的了解 他們是為什麼提出這些感受 但我還是很好奇是 為什麼會讓你想要 站在每一邊 因為那對很多人來說是很 麻煩又很不必要 我不知道我這樣講會太冒犯的事情 他是很麻煩 但是我覺得有沒有必要我覺得完全 因為這是我的興趣 餓的娛樂 所以大部分人的娛樂都是沒有必要的 你的娛樂為什麼會這麼特殊 如果一件事情是你為了必要做才做 好像你餓的受不了一定得吃飯 你不會說那是你的興趣 但是你說你要去逛米其林餐廳 這個必比登都要吃過一遍 那這個顯然不是必要 這就是純粹你的興趣而已 對那所以就是我為什麼要選每一邊站 而不是選一邊站就好 當然不是因為它有必要 而是因為我這樣做有樂趣 就是我覺得好玩嘛 就是就是我的 我覺得我本來腦裡無法接受一個觀點 但是後來透過溝通之後 我也可以看得出對方為什麼 是什麼樣的感受來提出這個觀點 所以這個過程讓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我很enjoy這樣的過程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就會不斷地這樣做 因為這是我的興趣 我的樂趣 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 因為像比方說 像我去跟不同立場人溝通 我的目的是炒銀 就是我不是去理解對方的感覺 對啊 有人喜歡爬山 花了那麼多天爬到玉山 流淚生海 流淚又沒有必要 對 但是他超高興的 我不應該說沒有必要 他超高興的 對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不是 但是就是說有必要的話 就不會變成我的樂趣 那只是為了必要而做 對 那但是為什麼會有樂趣 就是因為它有難度 有挑戰度嘛 那就是累嘛 那而且呢 而且是我的閒暇時間做的事情 所以就又累有沒有必要 恰好就是興趣樂趣 它可以開始的地方 存在價值 對 好有趣哦 我真的 對我真的覺得很有趣 因為一般人可能不會想到這件事情是有樂有 有樂趣的 對啊 那 那在這種接受別人跟你很不一樣的想法的過程中 你會覺得 不管有沒有被說服 但你都可以得到那個樂趣對不對 或是就算你說服別人 樂趣會多 我沒有說服別人 沒有啊 我是要幫著別人說服本來那個我 那會影響到你自己做決定 會啊 當然會啊 就是我會 更能夠去傾聽每一邊的想法 然後最後做出來的就是一個 不犧牲任何一邊的決定 因為你如果不能夠理解某一邊 你最後的決定就會犧牲它 對 對啊 這真的太不容易 我覺得 我覺得很難道 麻煩 那如果 那在這種狀況下你會覺得很容易 過載嗎 或是你會覺得 如果承載很多別人的意念跟他們的需求 就是要睡夠吧 就是要睡夠 對啊 所以說你花可能 八個小時 去了解各方不同的想法 而且腦裡還不要瞎判斷 那你也得睡八個小時 才能夠在夢裡把它消化掉 啊 我有聽看專訪說你在夢裡會做思考規 是 那這樣我突然可以理解你為什麼會想要當政務委員 因為確實 你的 對 你是覺得好好玩 你納稅來讓我享受這個樂趣 而且這樣是不是其實G-0B跟 B-Taiwan這些您曾經做過的其他事情好像目的也是很類似 都是為了讓你去理解其他人的地場 對 哦 你真是突然打通 那你整頓自己的方式就是去睡飽 就這樣 睡飽睡飽 差不多這樣 另外我看到你在每一個專訪裡面都會提到Rio那扣痕的Anthem這首歌 對 就是這首歌就是確實就是你的作用 我有找來聽 我還有聽那一張我覺得Democracy也很好聽 跟我比較同情 就是 嗯 嗯 我好奇你自己最近還聽什麼 最近 嗯 大概就是 因為後來Disney Plus 除了Hamilton的舞台劇的 對 那那個很好看 對所以 就因為之前都是聽音樂 但是腦補 因為沒有那個畫面 你是有看過現場嗎 沒有啊 就沒有啊 對對對 所以現在就是因為 疫情的關係 所以反正大家都很難去現場看 但是 我覺得它那個運鏡運得蠻好的 就是真的有一個勝利其境的感覺 對所以就又回去聽那個Hip Hop Rap 對 那裡面有沒有什麼歌可以描述你自己的 描述我自己嗎 因為其實我們有看過 我只知道它是在描述開國元勳的故事 對對對 開國元勳的故事 嗯 我是覺得還好啦 就是因為 畢竟就是他們開國的狀況跟我們現在的狀況不完全一樣 對但是 裡面有一首是那個 就是主角 Hamilton 唱給他剛出生的小孩 Philip 然後跟另外一個等於第二組 叫Aaron Byrne 唱給他剛出生的女兒 Theodosia 的歌叫做 Theodosia 那裡面 我覺得有幾段是跟我們現在的心情是比較像 確實是這樣 就是OK 大概 嗯 它就是 嗯 就是說 嗯 You will come of age with our young nation We will bleed and fight for you We'll make it right for you If we lay a strong enough foundation We'll pass it on to you We'll give the world to you And you'll blow us all away Sunday Sunday Yeah you'll blow us all away 因為他們是開國的那一代 所以表示他們的小孩跟這個新的共和國是一樣大 那所以當這個共和國成年的時候他們小孩也就成年了 所以現在要有一個很紮實的一個底蘊一個基盤來留給這些小孩 那這些小孩的創作才是真正的這個共和國 那他們這一輩人只是幫這個打底做打底的工作 對這是很好的一個概念 然後未來要傳給他們 對對對 最後一個問題我是想問說如果四年前你沒有選擇進入美閣的話 你覺得自己會過什麼樣的生活 其實也差不多吧 也差不多 對啊對啊因為我本來就是類似一個見習顧問 我在一四年底就在這個辦公室跟蔡英琳委員討論怎麼作弊台灣等等 所以其實我當時跟林軒老師面試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其實我本來的工作就已經類似像一個顧問的工作 那當時很多公務員都上過我們教的課 當然我對公務員當時還沒有看現在這麼了解 但至少他們也知道我不是來蔡英文台 我們是來幫助他們怎麼樣就是去傾聽啊 就是更多的朋友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默契 那我如果忽然變成說要幫他們這個決定一切要下命令 搞不清楚狀況 反好施令等等 我覺得我自己沒有那個熟練的程度可以做這個 所以當時才跟林軒老師討論說 那即使是我來擔任整委員 但是我並不是就去下命令了 我還是一樣去確保說我只是一個好像大家有一些立場價值不一致 我可以再幫忙調解 但是就是這樣子 我不會下什麼財事 那後來林軒院長也同意 那所以我不管是在政府內還是政府外 一直都是答案這樣類似無聞這樣子 就是不是下財事的兩個人 而是兩個下財事的人在吵架的時候 可以確保他們兩個能夠聽得懂彼此的論點 所以如果沒有進入內閣 你還是一樣可能會從一個人外面的人 以民間身份一樣都可以做這樣的事 沒有什麼差別 但進來以後你可能更理解這個公務員的提示 第一個是說發現公務員比我想像的創新很多 只是因為公務員服務法他不能對外講 所以很少人知道公務員怎麼創新 對那但是當然這次疫情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也不錯 也不錯 對就是非常有創造力 那另外一個也是蠻重要的就是說 就讓我們可以把我們之前在外面做的一些事情制度化 所以好比像說開放整個聯絡人 總統被黑客送 公主從往路參與等等 這些社會創新組織的登錄 現在都變成了法規 變成regulation 所以就不太需要我 就是任何人只要看這些法規 大概都可以操作出 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綜合不同的立場 達到共同價值 然後再進行創新來達到這個價值的一個方向 是 好 我大致上路完了 真的很謝謝委員 謝謝謝謝 你接受很多問題 不錯不錯很棒 很棒的問題 好